解封後 旅運市場衝衝衝 航空雙雄開秀啦 華航10號率先出席0.46元 開盤上漲0.3元 只花15分鐘就爆出1萬張量 正上26.3元 完全填席 緊接著長龍航在14號 也要出席0.8元 台幣能夠持續回貶的話 那其實對於吸引 這個國外的觀光客來台灣 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股價或許在短期之內 可能還是會呈現一個 整理的一個格局 可是以中長期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他們還有成長的空間 台股近期遭遇亂流 但航空股一枝獨秀 華航長龍航今年來股價波段 漲幅突破50% 法人看好除息行情 另一頭新貴股 虎航 新宇航 營運飛上天 虎航預計8月轉挂創新版 新宇航也立憑明年轉上市 宣告航空黃金年正式來臨 接下來要陸續公佈第二級的獲利 我們覺得非常有機會是一個大幅成長的一個態勢 這一波除息的行情的表現相對的亮眼 有關AI族群的類股的一個除息行情也表現得不錯 而本週台股佔有166家上市櫃公司陸續除息 合計發放現金股息高達1397億 替台股注入資金活水 另外一後旅遊需求加上高票價持續 下半年由航空雙雄領軍把一後商機攬上天際 環宇新聞中小雲陳品貞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